老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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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我们要来拍摄一个 香港媳妇遭遇东北婆婆 这么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 发生在一个大城市 大城市的名字叫做铁领 所以呢 我们这个片子的名字 叫做铁炯 一个香港媳妇 碰到了一个 有点小脾气的 东北的婆婆 会遇上什么闹心的情况呢 首先呢 我们选择 现在的婆婆 我刚刚师傅最最常碰到的问题就是 媳妇懂不懂传统的习俗 我们来看一下 鸿馨能不能过这一关 考验 开始 开始 妈 我们回来了 妈 你好 哎呦 这么多人 这 这 这 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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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要你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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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,重 Cal 我们回来啦 追 所以 为啥呀 妈 为啥 为啥 你说为啥 那 那层这么大了 怎么就领个媳妇回来 进去吧 ago 哎呀哎呀 妈你家这门 这墙怎么不结实了 赶快进来 赶快进来 妈你这墙给换了 你这太 太没面了 他说年二大修年二大也 光给他喝的你儿走了 喝酒喝多了 忘休了 该哪里回来的 她说什么 我妈猛了 还病毒了 哦 我是香港来的 香港人 这什么季节 它妈穿的 穿着毛茸茸的 我身体强壮 你再强壮 你不能穿个裙子回来呀 我妈那儿雕 对 你到东北来了 你得给孩子穿点棉裤 妈想着怎么给你们缝棉裤 你还记得不 到进行给妈发个微信 你说妈 我媳妇要棉裤 我还是听不懂 就是妈 我只听到什么裤裤 妈妈妈 你听我说的话 儿媳妇都听不懂 她三姑娘 你看这孩子呢 还有她老舅 你说句话 你被那巴巴管的课 这还有啥子 这有啥子说什么 你能不能早一个能听懂东北话 能听懂普通话 那我能听懂 我跟她翻译就行 我妈就说你下次来呢 就是你想穿棉裤 妈都给你买 你知道吗 对不 对 反正妈可有钱的 去吧 叫我过去 过去 先别坐 这抗眼甲 你坐的个都 对对对 懂点灰 妈妈 叫妈呢 在东北的习俗当中啊 这是一个避兰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叫妈呢 这个儿媳妇是先招不开嘴的 妈 再再再 哎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叫妈 干嘛呀 真是妈吗 真的运过要打吗 我看的是啊 没 她运运运运运 我运一下气 运运一下气 要毕业一下气 然后再来 好 妈 不够重实 再来 再重来一遍 好的 气运短点就行 妈 哎 我没怕 说过去说笑过去笑 妈给准备个大红包 拿着吧 谢谢 嗯 哎 问一下这东北婆婆 您觉得这一关算过了吗 还没够过 还没过 因为她妈的红包还没要回来呢 还没要回来啊 不是要给我们的吗 不是给你了 这个过程你不能再参与了 你放兜里就可以了 你从你媳妇后面 再递给妈妈偷梦的 哎 好了 拿回来了 好了 啊 好了 这一钱就可以了 哦 这一关算够了 嗯 咱们呢 现在开始进入第二关 哎 这个婆婆一般都是特别心疼儿子啊 这媳妇 看家里如果来了这个穷亲戚 在关键时刻能不能力挺自己的这个老公 咱们第二关 开始 Action 哎 你走啥 瞧你咋的 来 再炒一个试试 滚兔子 哎 好嘞 滚兔子了 不是 我安排这个环节吧 总要看看我儿媳妇到关键的时候护不护着我儿子 没有 妈 你儿子很强大 不需要我来保护 你看这回来多考虑了是不是 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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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这一关就马上就过了啊 没想到咱们这个东北小伙子这么横啊 是啊 那咱们就直接进入第三关 第三关咱们出的题难一点 这个婆婆跟媳妇的大战呢 最常见的矛盾 就是小孩子的教育方式 洪欣呢勉强过了第二关 咱们看看他第三关能不能过啊 第三关正式开始 预备 预备 开始 妈 我们回来了 妈 我们回来了 哎呦 别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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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 你这咋 你抱我大救我干嘛 不是你大救 最后人物变了 人物变了 这不是不是你俩的孩子吗 爸爸 对 我们的孩子 是 就大了 就我俩了 我俩也不掌心 说了就了 把孩子扔给我了 这一次就托我包了 学习 你别躺在奶奶身上 你把我给累了 不是她奶奶身躺在谁身上 你从前把奶奶给歇哼 这儿醒了 来 把这儿拿过来 妈 你给她喝什么东西啊 白酒 白酒 小孩不能喝白酒啊 小孩怎么能喝白酒 怎么不能喝白酒 在我们东北就这样 对 你小时候 你现在酒店怎么锻炼出来不知道吗 东北小孩就开始喝白酒 你把她后面跟老俩玩着 对对 你问她喝什么酒 那你这个是什么酒了 很烈很烈的酒 我们到我们东北 当儿媳妇这个酒量啊 一定要考验考验 那对了 我刚好可 挺好喝的啊 我跟你我跟你说 好儿媳妇啊 妈就没办法 就为了适合东北 虽然香港来的人酒量嘎嘎的 哎呀 酒量够用啊 妈呀 那太好了 那一会儿跟妈喝点呗 好啊 妈炒俩菜 妈 别别别别 媳妇做菜可好吃呢 是的 你喜欢吃啥菜做啥 糖醋排骨 没问题 我在拿手的 别着急呀奶奶 我三姑老还有话说呢 对呀 你这样啊 在你们妹妹来之前呢 她三姑老急力地跟我说 说她孩子来以后啊 我有两句话呀 一定要好好嘱托嘱 一分肺腑的心里话 说 你挑着蛋 我牵着帮 我代表我们家十八个姑姑 给你写了封信 租您易购超级年货品 品类丰富要啥有啥 品质保证原地直彩 承销买年货半天送到家 还有苏宁超市和中华特色馆可以逛 奶奶说了 要买就选苏宁易购 你说太感人了 做菜去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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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看看手艺怎么样 做菜去 好